各位家長朋友同學 你們好 五安 很感謝你們今天來參加這個海外星學展覽 近著DSC放榜很緊張 加上他們這個年紀出國讀書 其實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選擇 亦都在說他們的子女 在開拓他們將來的事業發展 剛才你聽了很多不同類型的科 例如物理治療 可以增加他的就業機會 究竟現在在很多家長的心目中 和子女心目中 可能希望靠著他們升學 可否在外國各個國家留下 作為移民踏一條後路 所以這個問題在我的信箱裏 差不多常有的 我是一個專欄作家 我收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升學問題 近這幾段時間 DSC放榜很多是升學出路 我今天就涉獵了三個國家 非常熱門 最多家長問的 就是升學加上移民的出路 就是英國、加拿大和新加坡 老實說 我想近這大半年 其實大部分家長都會關心去英國 因為BNO5加1的政策已經出了龍 所以大部分家長想著子女去升學的時候 可能一家去 以後的發展是怎樣 當然 其實這是一個政策 但我今天不是跟你說BNO整個家庭去移民的升學策略 過去兩次的公開講座 其實迫爆波已經講了很多次 怎樣選校 什麼年稅去英國 搬去英國是最好的 可以享受英國的福利 我簡單說一次 如果想子女去到英國 可以享受英國的大學本地生的收費 今年都是9250磅 英國本地生的學費 如果你是海外生大概15000磅 或者剛才你看物理節是20000磅 其實是有些分別 如果你想子女可以享受當地的大學 即是本地生的學費 你就要在讀完中一之後就要去 因為你在要入大學之前的五年之前 你去到接著有五年 就變成五年拿了PR 即永久居留之後 你再去申請大學 你就可以以本地生的身份去加學費 所以這個如果相對比較大年紀 你的高中子女的話 其實如果你打算BNO去的話 去英國中三 他去到是不會可以得到 home student fee 這個是很清晰的 所以如果當中有親戚朋友 你最好你的子女是剛剛讀小學 讀法1 你就要很快去 這個就是如果你享受英國的home student fee 我今天想跟大家說 就不是說5加1 是說如果你有長大了的子女 現在真的去高中了 已經去到法4、法5 甚至是DSE去升讀大學的話 其實你們如果不去不同的BNO 你不去一家新的Visa 去當是一個去海外學生的話 他有什麼出路可以留下 這個就是我今天說的方向 靠讀書移民 在這麼多年來 其實都是很多海外留學生 去到那裏生活過 讀過那裏書 還有讀當地大學的Degree之後 很多時當地的政府 都給他們一些優惠的政策 讓他們留下 當然因為讀過書 知道他們的文化風土人情 還有朋友 還有學校 所以其實去找工作 又不會很難的 我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讀完BNO之後 在英國讀大學 讀完大學之後 在那裏找到工作 在英國了四年 所以其實 這一個是長久以來 如果你是當地讀書 是會有一些當地的Network 所以就變成了 是一個低成本 雖然低成本可行的途徑 但是最關鍵 就是兩件事 第一 你讀什麼科 是比較 那裏需要的職業 比較容易找到工作 第二 就是要面對當地的移民政策 當時是怎樣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有機遇的問題 我今天就把三個國家講講 先講大家比較關心英國 英國 如果你本身不用BNO過去 你是送子女去那裏 純粹去讀大學 或者現在去讀Bording School 你自己譬如說家庭 留在香港要賺錢 不可以離開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就純粹有一個 學生簽證 過去 英國在今年開始就改了 就是 留意紅色 就是他因為脫了歐之後 他們需要很多不同類的人才 脫了歐 其實很多歐盟的 他們用的歐盟的 居民離開了 有幾方面 是很缺人的 科研也有 前線 譬如是比較 基本的階層也有 沒有了這麼多歐盟的生理軍之後 他就放寬了他的 畢業生工作條例 這條例是甚麼呢 就是說 由2020年開始 其實 你在英國讀書畢業之後 你就有資格去那裏 申請兩年的畢業生工作 兩年 即是譬如說 你2020年那年畢業 你畢業之前 你申請這個 Pro-Study Work Permit 那你就可以 應該留下兩年 用這兩年去找英國的工作 那不是Work Permit 不是僱主給的 即是Immigration Department給的 給你兩年去找工作 OK 那這一個呢 就是如果你是讀博士的 有些是一些讀研究生的 如果你是讀博士 完成了博士的話 你是有三年的時間 去找工作的 這個不是僱主 是他給你留下 那當你去找到僱主的時候 他就會 僱主幫你申請一個Work Permit 通常如果你的Work Permit 是可以經過三年去Renew的話 你就可以有資格去申請入籍 OK 那這一個呢 就是英國的Pro-Study Work Permit 其實這個政策 普遍在我講的一陣的 加拿大和新加坡都是這樣 首先就是你在那裡 讀完那裡的書 可以用一個學生身份 留下去找工作做 兩年至三年 那好了 那接著呢 如果你是申請到的話 但是我想你之前就要想 什麼工 如果你讀什麼科 什麼工是容易一些可以留下的呢 所以你們去選科的時候 就要留意人力資源市場 甚至是你們讀開書的時候 你可能都留意到人力資源市場 如果缺乏某些工種的話 你可能先開始去工作 或者先做Part-Time 你知道嗎 這樣 那所以呢 這一個就是英國的Pro-Study Work Permit 那這個如果你拿到 這個Pro-Study Work Permit 其實是不需要有擔保人的 你可以去找工作 你找到工作之後 其實就需要擔保人了 那所以你是要留意英國有什麼行業 那最下面那一行就是 香港人在英國業本的職業 這些是Current的 為什麼呢 因為都有不少香港人已經去了英國 在這半年之內 如果你在一些群組裡面 會發現到 他們去找到什麼類型的工作 其實呢 離不開就是 要做中國人生意的一些行業 因為你是中國人 他想你有兩名三語 所以我看到很多做投資銷售 Investment Sales 無論是Properties 或者Investment Products 因為他想賣給中國人 這是一種 另外是會計師 律師樓的助理 房地產的銷售 當然最熱門就是Software Engineer 就是那些數據 就是做一些Software IT 其實IT移民是最容易去移民的 現在so far這麼多國家 數據分析師 如果你跟IT搭上關係的話 找工作的機會是大的 另外做一些就是遊戲測試 我聽到不少讀Software的大學畢業生 他們在畢業的時候 去找工作呢 很多時候英國的機會就是測試一些遊戲 他們做了一些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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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時候都做不同類型的遊戲 做測試的 那就很容易找工作 不過是否你喜歡做的一件事 但是很多 在Birmingham和Manchester 很多的Development Center 全部做Apps 而Apps是世界上的 很多Apps是服用給中國人 所以是容易找工作的 那另外還有些什麼呢 其實都是Leverage 你們懂得中文 中文的客戶服務 譬如你Hotline打開 你Amazon訂購東西 有問題 你不懂得說英文 那就找一個懂得說中文的客戶服務 去回答你了 市場銷售 其實都是很多這些 比較技能和前線的商務工作 是popular 是容易做的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某個程度上 當然 你們會說 剛才說物理治療醫護 當然是熱門的 那如果你是 你的子女 是銳意做這方面高科技 能力高的讀醫護的話 那你就要看一看 剛才說的是前線的打工 一般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說移民的話 其實英國的新移民的 計分制度是改了 他跟當時歐盟的人離開之後 他不想中英國正在前線做服務業 零售業 他就銳意希望整個人財政策 改成高科技 所以在移民分制度裏面 基本上簽到工作證要70分 這個部分 基本上是基本的 你在這個部分 第一 你有份工作 Job Offer 即是放一個Approve Sponsor 即是找到人給你一份工作 當然是Job at Appropriate Skills 他請到你 你當然可以撕到這件事 而且英文是要Required Level 不是低的 這裡已經有50分 OK 另外你要找那份人工 基本上 如果你是高過23,000磅 就有10分 如果高過25,600磅 就有20分 這個 形成到要70分 最低分 所以就變了 你要看你找到那份工作 另外還有一個 兩個category 是給你高分的 就是Job at Destinated Shortage Occupation 就是哪些工種是小人做 不夠的 那就有20分 這個基本 如果你真的要移民 要申請移民的話 就要看在這裡 去撿到什麼分 最後 如果你在一個PhD in Subjects 即博士就有10分 如果博士在Stamp 因為要科研 如果你是一個科研的研究 就有20分 所以要明白到 就是他們 把他們的人口的規劃上 改變 如果你要移民的話 他就高科幾分 就會比較好 讀高科幾科 讀科學 讀醫學 讀工程 他們歸納了 是科研的 是會高分的 所以大家 如果是同學 你們 可能一對你來說 是非常之 很遠 好像跟你沒有掛上關係 但是我想 當你去到第二年的時候 你就要想一想 你現在手上有什麼 你將來想做什麼 或者你可能讀 Master 去做 Bridge 都未定 但是如果你想去到那裡 是希望留下 都要想一想 究竟 你現在讀的東西 值多少分 還有 現在有什麼 Skills Shortage 有什麼英國的工 是比較 學士 你看看你自己是怎樣 所以是比較關鍵的 當然剛才說了那件事 就是比較 學科上面學術要求高的 要高科的人才 要厲害的人才 但是通常移民還有另一個稱 另一個稱 就是技能式 就不一定要讀博士 或者是讀 Astrophysics 那些 好像很高科技 很學術那些 你也要考慮到 其實有一些工種 在英國某特地的工種 好像紅色那裡 醫療科 他現在說技術室 即實現所謂技術院 Lab Tech 醫療和牙科技術員 Technician 電子技術員 倉務經理 零售經理 建築工程經理 這些就不是一些 要很高 學術的要求 但其實是short 所以加分是高的 每一個政府 其實他在每年的移民政策裡面 他都會有一個list 是skill shortage 那skill shortage 就要check 這些是current 是不夠人者 那是不是代表 如果不是學術能力很高的同學 可以讀到這些 找機會留下 這是一個想法 還有 他們為了滿足了 例如 學術能力不太高 需要的一些前線工作 他們將學力要求 由RQF3 其實是怎樣說呢 由大學 學位降到A級學歷 即是乳科學歷 即是說呢 其實有一些工種 例如可能是 倉務經理 他只需要A級學歷 反而是找到工的 這個是這樣想法 不是移民一定要高學歷 我越來越覺得是技能 技能先行的 所以大家要想 還有醫護上 永遠都需要人才 但你說真的要做醫生護士 未必是個人都做到 但做輔助式的 是很容易找到工的 這就是英國了 好了 英國的門檻 就好像有點高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 可能是整個家庭 會去英國的 加拿大開出另一條路 大家就留意了 亦都比較少 是講 那我就 開拓了幾條路 給你看一下 因為 加拿大政府未 太過講太多 應該可以怎樣做 首先 加拿大政府開通了 香港通道 Hong Kong Pathway 2加3 OK 歡迎新政策 其實今年2月初是講的 今年初是講的 這個計劃 歡迎過去五年 在加拿大的任何學院 完成最少兩年的專上教育 在加拿大 過去五年 或者將來 你要去加拿大讀書的話 你完成的課程 只要讀過兩年 最少兩年 你就可以申請三年的工作證 OK 那三年工作證 其實是類似剛才英國的 就是從2021年8月開始 合資教人寫可以申請三年的工作證 這個工作證 不是真的工作證 是你不在業之後 有三年的時間去找工作 然後找一個僱主 如果真的請你 就換一個真正的僱主 Employment Permit 這個叫Pro Study 的Work Permit 是讓你留下來去找工作 所以清楚 不是立刻有份工作給你 只是給你一個三年的時間去找工作 那麼三年都應該找到工作 這樣 這個就是2加3 他給英國那樣東西 是另一個看法 英國就要學士 又要計分 他現在這個 是寬鬆了 就是用兩年 其實兩年來講 不是一定要去 Toronto University 讀Economics 即是不一定要讀 很高學歷的東西 如果你去多倫都大學 讀經濟系 當然要很高分 很厲害 要讀四年 但是現在他們不是說 除了這個之外 門檻還有低一點的 就是讀兩年就可以了 如果你們是有興趣的話 第一 家長同學應該自己主動去看看 加拿大本身 它有什麼 Skill List Shortage 就好像這些行業 在移民的名單裡面 是延滿的 大家看看我框了一些 普世間裡 其實金融、建築和醫護 都是普遍的 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 向前衝的時候 向前發展的時候 建築是一定要的 金融是一定要的 電腦發展科技 但是加拿大 特別少人做的 就是能源管理 很多時候是地質學探遊 我想香港很少機會可以讀 但是如果你去到加拿大讀的話 是不是有機會留下呢 這個是在移民計分裡面 分數高的 OK 就是能源管理了 接著呢 另一件事 就是移民的第一個 最容易移民的職業 就是做Computer Software Development Engineering 很多人如果你真的說 離開香港去找工作 很快就找到Software的工作 這個是容易的 因為這個世界走到哪裡呢 全部都是IT化 當然是需要很多類型的人才 第二 醫護是需要的 但是我想入行的門 不是那麼容易去加拿大 另外呢 就有一件事就是教育 教育呢 很多時候呢 其實加拿大現在特別缺乏的 不是大學教授 是幼兒工作者 因為入行的人呢 不是少 不過需求是大 因為加拿大是一個很福利的社會 如果這些小孩有什麼需要呢 永遠都是給一個人 獨特去照顧兩個小孩的 如果你的小孩有什麼需要的話 可能是SEN好 或者他什麼problem 他永遠會派一對一或一對二 去幫小孩 所以政府是預備了 需要很多的從業員 去做福利的工作 所以幼兒教育呢 永遠都不是很足夠的 那好了 這個二加三的通道呢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同學的話 還有家長的話 那究竟什麼才適合我呢 我經常去看這個政策的時候 去找一些什麼可行的Pathway的時候 我會想就是 其實不是每個同學都考到 去多倫多的經濟系 或者去UBC那裡 去讀心理學 不是那麼高分的 而且經濟上面 也都不是可以提供到 四年的特學費 所以你問我呢 我就都找一些 其實他都想這個政策 不是說給一些學術很高 當然可以啦 但是呢 其實如果你找一個Cost Effective 是希望可以通過兩年的學習 然後可以找到方法留下的話 適合這個移民政策呢 其實那裡 加拿大政府 它有一個Destinated Institute 有很多公立的學校 就是一些 加拿大官方認可的Community College 就是好像副學士那樣讀Diploma 它就有兩年的課程 你讀了這兩年的課程 是有些很務實的課程 我想某一程度上 有些像Ivy的High Diploma High Deep 他讀了一些務實的課程 其實都是很前線的 這樣呢 然後呢 他還有Coord 就是幫你找到實習的單位 那你讀完兩年這些課程之後呢 你就可以申請三年的Pro Study Work Permit 那這個是我看到裡面 因為很多家長都問 有什麼出路啦 不要那麼貴啦 沒有什麼經濟能力啦 還有找一些可以找到工作做的工作 工作 那所以 這些2加3呢 其實就是去Community College 去讀兩年 跟著拿三年 那些務實課程 其實我覺得是最有效的 如果你是純粹去那裡希望 可以找一些你喜歡做的工作 而留下的話 那是什麼呢 這些Community College 其實在哪裏呢 因為它的Course 大部分都是比較務實一點的 所以去人口密集的地方 基本上加拿大每一個省的城市裏 都有這些公立的Community College 他們有八成都是在Ontario 在Toronto 即是Ontario的省那裏 亦都是在溫哥華都有些 跟著在Calgary那裏有些 那這三個地方是最多公立的學院的 那這些公立學院呢 他們基本上呢 就是Service 很多不同的行業 譬如整車啦 餐飲業啦 幼兒教育啦 酒店啦 另外呢 就很多Film 不同類型的前線的工作 那這些是很務實的 那如果你去讀的話呢 基本上呢 他就會在兩年裏面 讀兩年 跟著呢 他有大概四個星期的時間 讓你去實習 那其實實際是很寶貴的經驗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很多人呢 都會被 就是 聘用啦 還有實習是有錢的 OK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 Cost effective的方法 用兩年的時間 加多三年去找工作 那 還有入學的要求呢 不是想中 譬如說你要入 多倫敦大學經濟是要 IB38分 不是那種 他呢 是只要你滿18歲 然後跟著呢 有高中畢業的成績表 英文程度呢 需要ILS5-6.5分 或者TOEFL80分 年齡四五十歲的人都可以去讀的喔 有些人用這個方法去移民的 我聽過呢 有三個個案 是那些中年的爸爸 四十幾歲 他呢 就去那裏讀了兩年的HR Management 那麼跟著在那裏 但是你去那裏讀書 是可以帶著子女去的喔 帶著老婆去 帶著兩個兒子去 去那裏生活 那麼爸爸讀完書之後呢 他跟著找到工作 那麼他就申請移民 所以不是18歲 40歲都可以 不過那50歲就難一點 那麼所以呢 其實就不只是你們 你們的年紀都還可以考 可能兩代一起讀書都可以的 爸爸和兒子讀書都可以的 這樣 這樣呢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 加拿大二加三個通道 其實是很少媒體 去說這些東西 因為我想很多時候 政策還沒清楚 不過我是上加拿大本身 他們的官方網 加上我認識的東西 找到這條路 而這條路呢 其實是有的 不過全部是在加拿大 政府官方的網站那裏 那裏 所以我就將它整理過 我跟你們分享 那這裏 它有裏裏裏裏裏裏 大家看看 有哪些呢 其實這些課程 有哪些呢 是就業機會是大的呢 課程就很多 健康護理 甚至你可以申請 就是有些課程是讀護士的 廚師 機械修理 兒童教學 電腦編程式 programming 多媒體設計 電影 建築 化妝 美容 畢業之後可以申請工作 其实就有点像Ivy 但这些就是当地很缺人才的东西 比较热门的 现在都仍然有香港人开始申请 例如护士、助理护士、物理治疗师 呼吸治疗师、针灸师、幼儿教育等等 还有饭店馆的东西 即是Hotel Management 其实你见到是外出的活动 甚至是煮饭 大家可以留意 第二就是在多伦多、BC3、British Columbia 在温哥华那里 这几间高校是公立的 这些高校是比较出名的 还有是政府批评的名单 加拿大政府有一些批评的课程 经过其实很多 不过这几间是比较多人去的 所以如果你要申请的话 上面有很多的资讯如何申请 至于学费其实就不太贵 通常学费加上的生活费 可能大概30万左右 学费是20万左右 那你生活费呢? 我想这件事你要考虑到你怎么住 有没有亲戚 要自己出去 大学费20万左右 一年 所以你可能给他两年去读书的话 那里大概是80万 但他已经可以有一个方向去留下了 跟英国比可能会便宜一些 还有呢 他是比年轻的 即是比较入大学的年轻人去 或者大学毕业生去留下了 英国的政策就好像是给一些学术 和整个家庭去 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 可能是你职清 可能是大学出不准备的话 你可能想转型的话 去读两年书 你25岁想去转型移民的话 可能这条路就比较适合那个年纪的同学了 好 第三个 新加坡 新加坡是IT转型的华丽转身 这个呢 门槛低一点 接着近香港一点 回来香港容易一点 还有呢 华人的文化跟香港近一点 亦都可以考虑的 首先呢 如果 你正路地想去新加坡升学 读大学的话 譬如英国的National University 英国国立大学非常之出名 南洋理工大学非常之出名 其实他的大学和香港大学是齐名的 所以他是很愿意收香港学生 不过也都不容易 那么呢 你如果要经过在读书留下的话呢 首先呢 其实他收了他之后呢 在那里居住了两年的话 经过他国家的考试呢 就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了 那么呢 门槛又不是很难 不过门槛高呢 就因为要考到他的大学 那这个正常啦 譬如说你去学术型的 那当然会比较难些 但是呢 他对香港学生的要求呢 是中学文凭DSE的考试成绩呢 英文要四哦 那高的 接着呢 最少有两科选修科 接着呢 其他核心呢 要三哦 那这些是高门槛的 但是呢 你要明白到就是 去到那里读书 如果你考得到那些大学的话呢 这个是一条通道啦 但是 还有另一条通道呢 现在呢 是正在变的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啦 除了大湾区之外呢 新加坡呢 是已经变了 变了 变了 不是变了 是变了 成为亚洲的植高 IT人才呢 是很缺乏得很重要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呢 在2018年的时候呢 新加坡政府已经继续了 在新加坡的东北部那里 在一个叫Pangong North的地方 整个区呢 是画了 一个Smart City 这个Smart City 是所有的大的 无论新加坡自己 到全球的比较大的企业呢 例如Apple Amazon 和Dell呢 它的Headquarter都去了那些地方 整个城市是Blockchain了的 就是这一块 整个区 那呢 它要大量呢 其实呢 有差不多28000个就业的机会 全部和IT是有关联的 这样 我想IT 你不可以只说我们看到手机的东西 其实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呢 什么是和高科技都有关 他们呢 会做更多IT的技术证 应用例如健康科技 生物科技 医疗农业 各方面 所以它需要的IT人才呢 是很多 也不够人 其实呢 不断呢 它也有不同类型的方法呢 在香港吸纳一些学生过去那里呢 去讀IT 然后留下那里工作的 实际上呢 是正在发生中 这里呢 譬如你看到这一间高科技 它本身呢 过去呢 已经收了不少香港学生 利用一个九个月的 coding course 写P码 coding 那些大部分年轻人呢 本身不是读IT出身的 大学呢 不是读IT的 不过他们想入IT行业 因为有前景 所以做一个华丽转身 那么呢 他们呢 就用了九个月时间 去到新加坡 去读 这个coding course 这个coding course 是要跟 爱尔兰Coding Institute 合作的 读完这个coding之后呢 可以progress到 拿到大学 degree 那么呢 过去呢 我看到其实 不少年轻人呢 他们已经大学不了业了 找不到什么是适合他的 他又想转IT行业 因为前景好 那所以就去了 新加坡 去读这个九个月的course 而这个course呢 是帮他找到 placement和工作 另外呢 找地方住呢 也都不是很贵 没有香港不贵 所以呢 我见到有四五个同学 已经留下了在新加坡那里 入了这些silicon valley那里 游低造起了 那么呢 在二十四岁那时呢 就做了一个转身 入了IT行业 那同时间呢 也铺条路呢 你做够两年东西 雇主呢 请够你两年东西 你就可以考虑申请 拿新加坡的PR 那么呢 其实呢 这个呢 亦都是门栏不算很高 的一种方法 而这些课程呢 因为疫情呢 其实你的人都不用去新加坡 就可能是有一半的时间 在香港online去学 跟着一半时间呢 去新加坡学 学完之后呢 可以留下那里呢 去帮你找东西做 以及做训练 那应该是一年的学费 大概是八万元左右 那这样呢 然后呢 然后就学到那里 那你就会很有兴趣 他就问 那他找到这些工作 还有多少钱工资 呢 那当然你刚刚入行 就不太多了 那我听说呢 就大概有万四元的 港元左右的人工 不过相对呢 在香港的消费 和香港的生活的指数呢 万四元呢 都可以了 但是呢 因为行业的竞争大 和行业的机会多 他们做完一年之后呢 转工呢 又会跳多 有巴巴 可能是一万六元 那通常三年呢 就可以变成了两万元的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听过不少 就是学生 已经去到那里的进程 那样 那所以呢 大家都要向外面看 就是这些呢 就是IT course 令到你可以转型 而其实IT course 就算你不去新加坡 讀了之后 刚才也没说过很多次的 所有的移民国家里面 IT是最容易 就是找工的 总结吧 就是如果你说靠读书移民呢 我看到啊 趋势呢 就是技能行先 刚才也看到了 比较容易一些 可以找到工作的呢 无论是IT 或者是幼儿的教育 或者是做前线的销售 很多时候都是技能多些 就多过你说本来 或者是医护 但譬如说你读一些很纯学术的东西呢 其实留下的机会呢 找那个机会是不容易的 所以呢 我觉得 家长好 同学好 如果你想着呢 就是向外面发展 或者年轻人 你们已经有个Degree在手 你们真的想找到工作的话呢 有些人是实际上去找一些 譬如好像重新读过厨艺 厨师 或者呢 他去做一些美容啊 幼儿教育 是很前线的服务性 是很短的 工作的时候呢 那个机会找到就业率是高的 所以是技能行先 我在Facebook里面 很多群组 去了英国 他们去找工作 最先找到工作做的那些呢 当然有些是去的那些是教师 有些不同类型的IT 但最先找到工作做的 我看到是有些工具涌起来的呢 第一 是一个男孩呢 他在香港是做甜品师傅的 做蛋糕的 他在酒店那里呢 做啦 他有一些饼银银银 他就有四年的经验 在香港的Ivy 读甜品的 就是甜品证书 他就在Facebook那里呢 就分享他每次的试工的经验 他一放他的CV出去呢 就有八间的酒店和咖啡店 就叫他去试工 试工呢 就每一次都要在老闆面前 一起做蛋糕 或者做了之后试工 他差不多有八间里面 有六间都即时给他 但是他自己要想一下 就是 第一他喜欢做些什么 第二又近到家 不要那么远 经济上 所以呢 这个是我觉得 大家要考虑到就是 当你去移民的时候 可能不是做回你读的东西 另外有一个 我看到他很快找到工作 就是他是做建筑的 但是他是建筑材料上面 他是做统筹的 老实说就是装修 装修师傅 不过是比较educated 一些东西可以用3D 做到高科技一些 可以用VR看东西 他就做了装修统筹 所以我想 如果大家考虑 去移民的时候 或者我想 如果父母来说 都给子女想一想 不是一定 读过科 做那样东西 要想一想 究竟什么有出路 那我今天说的呢 就和大家分享呢 就是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需要呢 有什么发问 现在可以问 如果呢 今天没想到 要联络我呢 你就可以在 你Facebook Like我 可以Message我 我一定回答的 行 如果不是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多人来听 我是一定回答的 什么类型的东西 我都会回答 可以回答到的 关于升学 另外就 大家保持联络 祝大家找学校很顺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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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